真是不买免费送啊 索尼真有你的 2023年3月 索尼会员游戏可以正式下来了 第一个就是盗贼之海 神秘海域4合集 这是PS5版 以前二档会员以及精选集送的那个是PS4版 它俩有什么区别呢 PS5版才支持4K60帧 PS4版只支持4K30帧 另外PS5版还支持PS5说柄的震动 各方面体验又好一些 之前那盘白买了 好下一个 幽灵线东京才发布不到一年就入库了 入的是二档库 前一阵子进了三档试玩库 当时还想买来着 得亏捕住了钱包 我发现一个规律 很多新游戏都是先进的三档试玩库 再进二档库 比如上月送的地平线2 西之绝境 开始也是先进的三档试玩库 现在三档试玩库里面 还有战神5 还有美墨1的重制版 感觉这台游戏也快了 这是奇异人生 有PS5版没玩过 杜神纪 芬迪斯崛起 之前我在Switch上看小朋友玩过 这是一个扮演一只鹅的游戏 据说这是一个情侣游戏 这是试血代码 PS4版的 现在看PS4的画面好老 这个重点说一下 七中猪Z 卡克罗特 之前也想买了一张 还好忍住了 之前送过一个七中猪 那是对战游戏 这是RPG游戏 这个游戏今年1月份还做了一个PS5版 可惜这次送的是一个PS4版 PS5版才有60帧 从这看 右侧有一个标准版 标准版399港币 标准版才有PS4和PS5 但是它送的是一个标准版PS4 这是最终换奖 零式 中汉文版 这是个老游戏了 2015年的 后面还有三个 这应该是美妙世界 可惜没有中文 好像是一个音乐游戏 之前在NDS上玩过 狂怒2 低人称设计游戏 有中文PS4版 这是我一直想买的 街霸5 虽然它是个PS4的游戏 虽然我不怎么玩的 可能是因为有街霸2的情节 才想买街霸5 其实风格早就变了 之前二党会员送了铁针7 这次送了街霸5 这两个都是我想要 虽然不玩 彩虹6号 一种 这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游戏 奇亚 这也是有中文版的 后面这几个是三档会员的 经典游戏库 第二个是R4赛车 居然有PS5版 但是这个画面 回不去了 最后说一下 PS会员游戏库怎么进 先来到会员 然后按手柄的R1键 切换到游戏 进入左侧的筛选按钮 选择按最近添加至PS Plus排序 这样就可以了 以上分享的所有游戏都可以下载了 只要游戏付出二档库 你是二档会员 一直可以下单一晚